记者谢敏正邪县嘉义报道南华大学向来秉持创办人星云大师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精神办学 历年来不仅为社会培育出许多优秀人才 亦长其身跟地方、关怀弱势、以行动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的精神 促进地方发展、近年来善尽社会责任深或肯定 不仅两度荣获企业永续赢奖、今年更获得、金奖、肯定及 Top50企业综合绩效奖之殊荣 11月23日由林聪明校长律行政副校长林陈章 总务常谢政才及科技学院陈氏雄院长一同出席颁奖典礼 南华大学以具有生命关怀、公益公益取向的教学卓越大学 未定位且重视人文关怀与生命教育 为实现公益与公益大学之理想 不仅全面实施国力品质、国力收费、制度 以减轻学生就学的经济负担 同时更推动奖优福弱及海外学习措施 提供优秀学子优渥的奖学金及海外学习奖励金 让学子拥有更多元的学习资源 此外,亦长期生根地方与在地社区互动频繁 各系课程也结合在地企业、社区资源 透过交流与合作,带动地方的发展 南华大学校长林聪明表示 台湾企业永续奖的评选指标包括永续发展 友善环境及公益社会的重视与投入 在永续发展及友善环境方面 学校长期施行节能减碳 推动环保低碳校园 落实校园减速、资源回收 除雨与落叶堆肥及雨水回收 再利用等节能节水措施 有效逐年降低垃圾量 并提升资源回收率 期望能建构、零污染、零废弃物的生态校园环境 更期许在未来十年内能达到碳中和校园的目标 在公益社会的重视与投入方面 除了带领学生深入社区进行服务学习之外 一节和课程让学生运用专业能力回馈社区 以促进地方建设与发展 包含社区老屋活化、为高龄化农村进行改造计划 办理健康奖座、等 此外 学校更成功协助大陵政公所获得国际曼城协会认证 成为台湾西部第一个通过曼城的城镇 南华大学不仅长期生根地方 亦成立环境志工队、狗狗志工队、 太北国际青年志工及永续志工营队等 充分展现出学校将公益服务发扬至国际上的精神 也让学生透过国际性的志工服务开拓国际视野 增广见闻 透过社区参与 也能让学生从担任环境义工的经验中 获得环境教育方面的知识 更能借此服务社会大众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 林校长直出 学校的社会责任不只是学术研究与技术培训 而是以生命本质蜕变与成长 作为大学办学的核心价值 并以生命教育、环境永续、智慧创新、三好校园、支办学特色发展 结合、优质教学、视性辅导、研发产学、永续环境、国际移动、身心灵产业等六大发展主轴策略来落实自我定位与教育理念 以形塑学校品牌及声望 同时也希望在培育学子的同时 也能善尽社会责任 为国家社会培育更多优秀的专业人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